其實他進來兄弟的時候 我覺得就覺得蠻欣慰 撿到這個球員 他的成長年齡我覺得 比一般人還要快 我覺得也是他自己努力來的 蠻認真 有一些大比賽的經驗 對他的成長有幫助 其實也不用去擔心他 因為他就是 我覺得他也遇過蠻多大比賽 經典賽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球員上的一些 應變能力對他來講 我們比較不用擔心 對啊 我就身體狀況吧 還有比賽的狀況而已 傑凱我覺得 也沒有什麼訣竅 就是因為我有一些情收 然後我覺得比賽就是提醒他 然後不要讓他一直都專注在打者 專注在打者 就是有一些交流 然後讓他 可以有一些比較安定一點 我球會打來 我先準備好 對啊不要說 沒有提醒然後突然打來 這都是結果論 我覺得家練的工作就是先去提醒選手 會發生的事情我們要先去提醒 那如果真的發生了我覺得沒什麼 因為 不可能人都是完美的 對啊 我覺得現在這種比賽就是 互相的信任 然後提醒他 讓他有一個準備 安定 我就順著走就好 因為每個球員都是一樣 這種大比賽 你只要第一個play有處理起來之後 後面就順了 就有 我覺得是節奏 我會提醒他就是把節奏做好 然後就去接球 不要再去想說 我要怎麼接 怎麼接 然後怎麼 我就想這些都 都太慢了 比賽就是接到 傳準 奧奧就好了 不用去想什麼 有的沒的 對啊 那你跟他對態的部分 主要是想幫他放鬆嗎 還是 就提醒他 有可能這個打者會打過來 然後 去觀察 投手今天的狀況 打者揮棒的狀況 然後有可能這時候 什麼球速會打來 提醒他 然後讓他可以更放鬆一點 然後專注就是 喔球會打來 球會打來 這樣就好